哈喽大家好,我是曼奇喵 这一期和大家分享这款小卡包的勾置 这款卡包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更改它的尺寸 花样简约,而且勾置方法简单 接下来先看一下所用的勾针和线材 3.0毫米的勾针和五谷的牛奶棉 首先锁针其针 继续勾置21针锁针 1,2,3 21针锁针勾置好之后继续锁一针 接下来从倒数第二针锁针的针目开始 按顺序 在每一个锁针的针目里 各勾置一针短针 21针短针勾置好之后继续锁三针 将植物翻转 从这一排第二个短针的针目开始 先勾置三针长针 1,2,3 接着在这一排开始勾置三针锁针的针目里 先勾置四针未完成的中长针 勾针绕线 穿过针目 勾出毛线 重复四次 四针中长针勾置好之后绕线 先拖出前八个线圈 继续绕线 拖出钩针上的后两个线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组画样 接下来空出一个短针的针目 从下一个针目开始 按顺序 先勾置三针长针 继续在之前空出短针的针目里 勾置四针未完成的中长针 勾针绕线 先拖出勾针上前八个线圈 继续绕线 勾出后两个线圈 接下来就按照第二组画样的勾置方法 勾置完这一排剩余的三组画样 这里的每一组画样 都各占四个针目 即使用的一组画样的一组画作用 柠檬 进行表白色的石油 再把银绕线 再把它勾成 到一个颜色上方法 吃到一个颜色上方法 五组花样勾置好之后锁一针将织物翻转 接下来这一排是在这21个V字形的针目里各勾置一针短针 一排短针勾置好之后继续锁三针将织物翻转 在这一排接下来三个短针的针目里各勾置一针长针 三针长针勾置好之后继续在这一排三针锁针的针目勾置四针未完成的中长针 绕线先拖出八个线圈再拖出后两个线圈 接下来包身主体部分的编织规律就是一行五组花样一行短针 将它勾置到想要的高度 这里我勾置了四组花样最后锁一针断线隐藏线头 接着再继续按照同样的方法勾置一片相同的织物 在第二片织物勾置最后一行短针中间的位置预留出扣眼的部分 在最后一针短针结束的位置继续勾置锁针制作挂绳的部分 接着用固定夹固定好两片织物 用勾置短针的方法将包包的两侧和底部进行连接 拼接好之后锁一针 钝线隐藏线头 最后找到合适的位置缝合钮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